相比较于同龄人 我其实更加清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什么 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没听家里的 选择了自己想去学的专业 毕业了之后 也没有随波逐流 跟着同学一起去上班 我自己出去创业了 虽然过程很艰辛 但是其实还蛮享受 刚创业的那段时光的 后来因为生意原因 需要买车 家里面觉得做生意的 需要开BBA会比较有面子 但是我做的是新兴行业 所以我觉得 我的车子也是新兴行业的佼佼者 相对于面子 我觉得喜欢会更重要一些 在试驾了很多车以后 我果断下定了情PLUS丁 新能源的驾驶体验是燃油车给不了的 节油方面更是降维打击百公里才三四个油 对于我这种经常来回两广 这是给我最大的惊喜 家里人都说我挺野的 不听话还下班 以前买摩托车 折腾改装 买了情PLUS D&I后 习惯性的也想折腾折腾 在我看来情PLUS D&I的底子很好 是一款家教性能车 自己改了像轮骨卡钳 还有一些音响 因为我想追求的是速度与激情 还有一些自己的个性 从小我就喜欢天空和自由 所以我把车衣贴成了蓝色和白色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瞎玩或者是瞎改 其实我所有的选择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在理性思考之后有原则的去野 珍惜一次次遵从本心的机会 就好像露营 大家像都在追求什么仪式感 但是我心血来潮 说走就走 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一个人 一辆车 一份减餐 晚上躺着 看星星 放空自己 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 现在其实生活已经很远了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要被迫的去听话 被迫的需要和群 有机会遵从自己内心 留一只耳朵 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 用心去野 我们正在聊天 我们要留一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